男人应该是鼠猫,不偷心的太少 更何况现在男男女女开放的太多了 随便聊上两句就能陪你睡上一觉 所以作为女人一定得有些安全防范意识 观察一下就能看出男人有没有在外面偷心 第一点,手机 现在真是饭都可以不吃 但是手机不能没有信号,没有电 那是会使人的 她的手机你能碰吗 偷了琴的男人,她的手机是你碰不得的 回到家都是静音模词 去厕所必须带手机 而且一个厕所不上半个小时以上都不愿意出来 有的更有心机的人回家之前 手机里所有不该出现的通话记录 聊天记录全部会删除掉 不留下痕迹 想想这样也是够累的 有的更是有才 把电话联系人设置成什么10086也是罪了 第二点,她的眼神 眼尖是会说话的窗口 她偷情回家之后肯定不敢和你拭目相对的交流 深怕自己会露出破绽 对你总是躲躲闪闪 问东答西 说话都不一定给你在一个频道上面 有的人表面上可以伪装的很好 但是眼神骗不了人 第三点,她的钱包你翻不得 虽然平日的大钱也许归你管 但是偷情出去玩总得消费啊 钱包里肯定得备点钱 有可能都开始纯失防钱了 或者有哪的VIP消费卡什么的 这些都不能被老婆发现 要不然,脾气好的需要解释半天 脾气不好的,估计又得大吵一架收场 最早以上几点 你感觉出你的男人有没有偷过情呢 如果有,你会怎么办呢 这段婚姻还要怎么继续呢 你会选择原谅,还是选择离婚呢